不如这样吧 今天我们不打架 我们打个赌 我赌二哥的眼睛今天能治好 小神医也会安然无恙 好啊 你想赌什么 就赌这天启城 这赌局还未有这么大 区区一双萧虫的眼睛 配不上这天启城 天启城的赌局还在后头 不妨我先要个彩头 若是我赢了 你的那座雪落山庄 就是我的了 你从小就想跟我抢 区区一个宅邸而已 到现在还放不下 当年我也说过 终有一天我会抢回来 所有的一切 那倘若是我赢了呢 你提 若是我赢了 把我朋友的消息给我 六哥 你还是这么的聪明 我再问你 赌 还是不赌 好 我奉陪 我 不 我 我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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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既不知道疼疼又不知道疲倦的 我是打不动了 他们还一次比一次更强 你该清醒 苏家家主选择了停手 要不然咱们已经败了 苏长河 他究竟对这些安和弟子做了什么 行了 这 这闹鬼了吗这是 今晚这是在跟鬼打架啊 家主救我 算一算时辰 小神医已经要完成他该完成的事情了 暗夜压所说 这些不完美的药人杀手 只能坚持一炷香的事情了 看来今晚 触定还需要发生一些更有趣的事情才行 去吧 结束白王府内的这场好戏 这人的身形 怎么看着这么像无心 差点被这几个 极极无名的杀术给解决了 说出去还真丢人呢 神社河 师父 快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七个打我们四个 这比剑下还陷了吧 无心 无心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变成这样 你 刚刚喊我什么 无心 看来应该听诡异的话 此事用它确实是凑之过急了 无心 退下 小语 你搞得滚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 虽然这场赌局最后赢的人是我 可你已经得知你刚才询问的答案了 你应该觉得庆幸 不过 你的那座雪落山庄 是我的了 是吗 你为何如此确信你赢了 二哥可是毫发无伤 哦 是吗 哎呀可惜了 这是我藏的最好的一个棋子 耿享用在最后的 什么 二哥是个聪明的人 但他有个缺点 就是太容易信任别人 他最信任的那个人 带着他走向了绝路 多少人 董事有盆 你不认为 这么多年来 你不认为 家庭 能不能不认为 小子 是 不认为 你以为 要不能自鱼 你也不认为 他 走 要吃吗 大局为重吧 去看看二哥 小神医 小神医 怎么样 那个是什么 唐门暗去 这就是大师兄离开许岳城的时候送给你的 紫巫名叫三寸之地 是唐门少有的防御暗器 有人熟睡之时 有敌方来袭 紫巫便自动展开 却敌人性命于片刻之间 当初他私自联系暗盒之后 我就传信给崇尔让他多加留意 可崇尔却说绝无可能 他对兄弟如此人厚 却没想到 沈巫兵养着一只毒蟹 原来这暗盒就是他找的 那死在大师兄留下的暗器手里 也算是活该了 孟淳风应该没事 神医如何 我救不了他 要立刻请大夫来看他 先带回雪楼山庄 还是送往太医院吧 不可 不能让天启知道 神医重伤的消息 那无心怎么办呢 先回雪楼山庄吧 现在就算把他抢回来了 我们也救不了他 为什么这样都杀不了小虫 为什么 那王布了这么久的军 本应该是天衣无缝 可萧楚河仍能够找到方法 破解本王的剧 殿下息怒 白王府 是如今天下唯一拥有 两位剑仙作战的王府了 若是他的眼睛再能够看见了 可两位剑仙 也没有天下第一有份领啊 我们要不要 还没到时候 但是不能再等下去了 传信给宫里那位 让他尽快见本王 如剑仙 怎么突然舍得抛开江湖 来我这青云殿了呀 我在江湖上游泪了 就来国师的青云殿歇歇 不过客人可不能白来 那是啊 我的确是有些见闻啊 要和国师分享 我在江湖上啊 遇到了一个精彩绝绝的少年 这个人呢 是被寒水寺忘忧大师 抚养长大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啊 他跟我说 他要来天启城 我想啊 如果他真的来了 那整个城里啊 都会传遍他的名字 因为以他的个性啊 走到哪里啊 都会掀起一片风云的 从他入城之时 我便察觉到了他的存在 并以大龙象之力探知 但很快就被他发觉了 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禀师尊 萧瑟公子求见 萧瑟公子求见 他来了 还真是巧了 请 殿下 谢萧先生也在 那可真是太好了 难道又有人受了伤 需要我去医治 是华锦小神医 小神医 小神医昨日被人中伤 至今还昏迷不醒 那该如何是好 好 如今陛下的病 全靠他给吊着 那他人现在在哪里啊 在我的府邸雪落山中 那你们找国师 还有其他事吗 还有余事 那好 那你们先聊 我先过去看看 告辞 殿下快请坐 晚辈知道千天剑 只答天命 不问正事 因此 一直没有来拜访你 但晚辈最近碰到一件事 不得不来叨扰过世 请讲 我有一位朋友 公认得精彩绝艳 但最近失了神志 功力也大增 就算我们几人联手 也对付不了他 殿下说的可是 叫无心的少年 对 正是 他现在人在何处 就在蚩王萧宇的身边 我们都觉得 是蚩王控制了他 控制了他 这样的事我之前 只听我师父说过 我怀疑是西楚药人之书 可如此气邪的书 就连白小堂也了解不深 故只能来侵天剑 求一答案 西楚灭国之后 应该只有药王谷一支 还密留着炼制之法 这新白草绝不可能 扁姑娘早已去世 难道是 叶鸦她还活着 果然是她 可叶鸦纵毁药人之术 她并不一定就是 就是炼制药人的人主啊 何为人主 所谓药人皆有人主 炼药人 须以以血为瘾 这一滴血 必须是至亲之人的鲜血 又以亲生父母的罪为完美 若没有饮脂有药 炼制出的药人 极易遭到反噬 难怪那些人最后都死了 但是无心给人的感觉 和他们不一样 身上没有那股死气 但是这世上还有谁的血 能够为她炼制药蚓呢 宣妃娘娘 宣妃就是无心的生物 若需要至亲之血做药蚓 那也只能是宣妃 药人之术的劫法 同样需要弄到这一滴至亲之血 那 想要救无心 只要找到宣妃就好了 是需要宣妃的至亲之血 那一滴至亲之血就够了 弄到了至亲血 后面的事情交给小神医 就并非难事了 晚辈多谢前辈紧获 走 樊松兄弟 飞轩小弟弟 你们怎么在天气啊 雷 飞轩 他是咱们师娘的弟弟 那 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他 按辈费 你应该叫他叔叔 我应该叫他叔公 雷叔叔好 你叔什么叔啊 都把我叫姥姥都 算了 可能在天气城遇见故人 还真是开心 对了 你们为什么来这青天见啊 我叫他们来的 所以 你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见到谁 暗和大家长 苏昌和 他昨日现身了 现在是赤王萧羽的人 什么 况且以你的剑术 现在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得从长计议 放心 师父传了我儒者剑 我日夜修行 早就见非昔礼了 儒者剑 如今小师叔 跟随谢轩先生 学习儒者剑 原来如此啊 小侯两位剑仙教你剑术 你日后必成大器啊 不要以后 只争招期 好 待时期成熟之时 我自会告知你们 告辞 好 我这个前景 公文就是 你 Ranger 你叫我 叫我 我叫你 我叫你 你叫我 无大碍 不出几日 就能入宫了 那就好 冲儿的眼睛呢 已经治好了 只需再休养几日 白王殿下 就能重见光明了 华神医的病 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陛下 微臣担心此事 会惊扰到陛下 故欺瞒了陛下 是谁动的手 是九皇子殿下 他伤了华锦神医后 还想伤二皇子殿下 后被白王府 设下的机关所杀 老九 他不是向来 都跟老二最亲近的吗 臣等也不知道其中缘由 陛下 请陛下节哀 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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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可是就算是我父女了 失去了你 是便又少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如今殿下重获光明 如同重获双翼 马上就能一飞冲天 少我一个无庸的侍卫 又如何呢 所以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日我被景泰宫的宣令缠住 无法出宫 此事不用多想 定是那赤王所为 后来暗和杀手潜入白王府 多亏永安王派人及时赶到 才让他们没有一事得逞 是九皇子背叛了你 还伤了华锦神医 好在你的眼睛现在已经治好了 那些最后想杀你的人 也被永安王他们击退 老九 怎么会是老九呢 二师傅 老九人呢 被永安王他们提前布下的机关所杀 已经死了 再让我带 Familia 永安王 平安息 平安 我 只是 双鸣 万一 官元 皇位是皇位 兄弟是兄弟 在这一方面 我们所有皇子 都不如他 尸体已经送往大理寺了 此事陛下说 让兰月侯相查 二师父 跟兰月侯说 小景夏 五处机关 不幸于命 殿下 不必多言 多谢谢宣前辈 为华锦疗伤 不客气 他在受伤之前 起了一排银针 刺入了自己的身体 这是药王谷不传的秘籍 七针所昏 谢宣前辈 华神仪怎么样了 已无大碍 前辈几次救我于危难之中 萧瑟大人感激不尽 举手之劳罢了 前辈客气了 若是没有前辈赠我的无名书 我们几人早就死在暗河的手里了 这寻常人看书啊 是看不出门道的 你能看多 那是因为你有能力 我上次送你那本书 你看得怎么样了 前辈 前辈 你送我的那本晚来学 在这边三文钱就能买到 那可不一样啊 爹 我送你的那一版是卫山简版 仅此一本 啊 我在里面加了很多情节 很好看的 那前辈 既然是仅此一本 您怎么会有呢 那 那 晚来学的作者是谁啊 江南才女 谢飞轩 那我叫什么 您叫谢 谢轩 那 那传说中容颜绝射的江南才女 就是你 是我 有点恶心 你 你想去后宫见轩妃 你了解轩妃她是什么人吗 我只知道 她是父皇最爱的女人 你父皇一生只爱过两个女人 一个是你母亲 只可惜她在生下你之后 不久就病逝了 另一个就是轩妃 但轩妃不仅仅是角色美人那么简单 这世上除了你父皇之外 还有两个绝顶之人愿意为她抚死 一个是昔日的天外天宗主 夜顶之 另一个就是如今 冠绝榜榜首的骆青阳 这轩妃独处深宫多年 好不容易见了无心一面 你难道要告诉她 无心现在变成了要人吗 但是我需要她的血 无心是她的孩子 也是我的朋友 我就知道 你决定的事谁说也没有 黄叔了解我 我查过了 是赤王给的药 他同意了 可真的是要人之术吗 这不是已经绝技很多年了吗 要人之术 当年我们都亲眼见过 我在白王府看到的情景 与当年一模一样 而被作为要人的事 结局你也都应该知道 他曾经说 要带领我们暗河走向光明 彻底摆脱杀手的宿命 可为何他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他的欲望太强了 有时候欲望会推动我们前进 但有时候 会带领我们走向灭亡 当初你说过 不让暗河卷入这场纷争 事已至此 无法回头了 我只能送你们进去 无法接你们出来 但我会在城乡东角 给你们备一辆马车 记住 一个时辰之内必须出来 否则车夫就会走 知道了 这是给你们备的衣服 一会儿换上 为什么要换衣服呀 肖色不是皇子吗 我跟着他进去不就行了 白天进宫是不需要换的 但现在是晚上 攻进之后 任何人不能进去 再说你们去的是后宫 他又是皇子 更得避嫌 好吧 这怎么是女人的衣服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你们去的是后宫 只有打扮成宫女 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但是我们两个大男人 穿着宫女的模样 这不更令人出意吗 肖色 你怎么看起来非但不纠结 还一脸期待的样子 你哪来这么多话呀 你现在话多说明你特别兴奋 穿女装值得你这么兴奋吗 好 你早知道穿女装 就让千鲁拾起来 小嫂 你很有天分啊你 闭嘴你个白痴 不准说出去 去吧 坏了小嫂 什么坏了 你看她这姨太 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怎么可能是池王她娘啊 没认错 看起来年轻吧 其实已经快四十岁了 没叫你们 怎么自己进来了 进去 好 锦太宫新来的宫女吗 本宫怎么没有见过你们 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 就是骨架大了点 像个男人似的 可惜了 贤妃娘娘 不装了 香色 怎么这么快就被师父了 娘娘是洛青阳的师妹 也是影宗宗主的女儿 影宗最擅长的便是伪装 我们能骗过其他人 自然瞒不过宣妃娘娘 你跟你父亲 还有母亲长得很像 永安王殿下 娘娘见笑了 萧瑟见过宣妃娘娘 永安王殿下 夜闯后宫 还带着这位 修为不凡的朋友 你们两个这是 是来杀人吗 不杀人 只求先妃娘娘一滴血 一滴血 为何 我有一位朋友 最近中毒 中毒原因正是因为 娘娘的一滴血 相同道理 若想解毒 也得靠娘娘的血 之前羽儿 也求了本宫的一滴血而去 不知道是否与这件事情有关 也不知道为何 本宫的血可以作毒 还可以解毒 老七求的那滴血 便是我说的那个毒 至于娘娘的血 为何能作毒又能解毒 那是因为中毒之人 身上留着和娘娘一样的血 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天来天前宗主夜顶之之子 夜安世 是她来了吗 娘娘不知道吗 我已经很久没有离开过这里了 宫外的事情 没有人告诉我 我也不想知道 对于这个事件 我已经是死人了 好 娘娘 您当年和夜顶之以及父皇的事情 萧瑟没有资格知道 但这世界上总归还有人记得娘娘 挂念着娘娘 一个人真正死去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想起她的时候 可是我这个朋友 她想着娘娘 甚至来找娘娘 他的眉眼跟你一样好看 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他叫夜暗世 不错的名字 难道是他 那个 娘娘 娘 娘娘 我们时间紧迫 拜托了 娘娘 多谢娘娘 等等 你若再见到他 请他误宰来找我 请他误宰来找我 肖子明白 肖子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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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咱们衣服换了 雨也停了 雨停了就赶紧走 宫里来来往往人会变多的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换回来啊 岂不是更容易被人发现了 想要的东西既然已经要到了 就算被人发现 也比那阵衣服要强 如果来人发现了我们 你拦住他们我跑不就行了 不对啊 你是皇子应该是 你拦住他们我走嘛 怎么到你这儿反过来呢 我是皇子 私闯后宫被人发现有损生命 那你不是不叛我 那我呢 我要是被发现了会怎么样啊 你是庶人 私闯后宫齐遂当诛 审都不用审 遇到砍了就是 你还真是我的好兄弟 小嫂 咱们真被人给发现了 什么人 什么人 本十二奴 是你 你怎么在皇宫中 小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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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月公子 就算 至竹儿还你的恩情了 你们快走吧 走 你是谁 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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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你 徐怀公 可是 师父已经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Rosa 你是真正的 我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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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什么 我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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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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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肖色 刚刚那人究竟是谁啊 当年废了我武功的人 他是宫里的人 我永远也忘不了 他这种诡异的内功 那他究竟是谁呢 能出现在这儿 并且还有如此阴柔的内力 一定是五大姐 肤体无伤 神色淡然 应非他人所害 当是自然而亡 这就是太医院给我们的结论 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锦玉的武功 若论内功深厚 恐怕在我们三个人之上 到底是谁 震碎了锦玉的经脉 也或许 这个人的武功 就是走得阴柔内进的方式 徐怀公 可师父已经死了 世上会这门武功的人 已经不存在了 是吗 恐怕未必吧 这些年来 我们都没有放弃修炼这门武功 当年师父留下残本 除了锦玉 我们都没有停止修炼 但是炼得如何 炼到何种地步 恐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你的意思是 杀死锦玉的 在我们四人之中 这话可不当说啊 这话可不当说啊 我不是浊青大剑的弟子 更不会什么徐怀公了 不信 你们可以试试我 可是你的师父并没有死 他是浊青的师弟 这么些年来 也应该悟出了什么吧 是 长相见 你这是诛心之论哪 那要照你这么说 全天下的人都有嫌疑了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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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 住手 我的好朋友死了 我诛什么都不为过 锦西 纵使太过悲伤 也不该说这样的话 是秦先冒失了 但是秦先的话并不收回 你说什么 白王殿下到 白王殿下 你也是 你现在再调避 你不会太过年了 你怎么会 一直都要去 我们是 你LY都只会 被警告 你反正就会 让我们在下 你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一样 儿师父 其实你并不有趣 可如果这个世上 少了你这样的人 该是多无趣啊 白王殿下 还请节哀啊 我曾经问过你 为什么选择我 这个偏偏瞎了眼的皇子 而你却告诉我 你选择我 并不是希望我登基 享受荣华 而是因为 你觉得值得 对 对 我知道二叔父为何而死 这个皇位 我可以不要 但这个仇 我一定会报 二哥真是这么说的 可笑 我当初就告诉过你 白王一向谨慎 这局势未定不会轻易出手 死子只可搁置 不要妄动 你是在责怪我吗 大剑 你这么说 这个杀伤不想有事 把你得抢过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你也不想要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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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找了一个打头阵的人 是谁 真正的皇位继承人 是他吗 他竟然还活着 大将军 有客来访 不接 不接 将军 好啊 退下吧 是 大将军 冒犯了 你们这五个太监啊 我也就见你顺眼点 其他那几个 长得要么像书生 要么像世家公子 那 锦言 低眉顺眼 笑容谄媚 一看就是奸臣样 不过 看着就是做太监的了 大将军 说笑了不是 行吧 说吧 公公找我何事啊 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擅闯将军府 倒也不是什么小事 锦言所来 自有要事 如今 明德帝并重 写下新的龙峰卷轴 它自然是迟早的事 良秦 则木而期 现在 天启城各派 都在选择自己的良主 我来是想问问 大将军的选择是 不认识 你胆子不小啊 这是公然挑起党争 是死罪 但是 输了的人 才会死呢 当年 陛下获得地位 难道 靠的不是党争吗 是 我的选择 我闺女已经替我选了 永安王萧楚河 整个天启城都知道我的选择 这一点连陛下 都不会怀疑 将军的选择 是在 白王 赤王 永安王之间 若是这三位 将军确实别无选择 但是 我要是给将军 另外一个选择呢 一个 更好的选择 你到底想说什么 刚才那一句 是法子 废福 是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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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一句话 以法子 一句话 …… 你 是法子 你 你 在 你 这就算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怀疑是五大剑之一 第一大剑锦轩 皇城内的第一高手 你有几成把握 九成 你可以将此事告诉白王 杀了锦衣 就等于把白王彻底推向了我们这边 现在还不急 时机未到 等时机已到 这些债自然让他们来还 宣妃娘娘给的那滴血 我已经交给华锦了 华锦说 她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制炼成药 但是 赤王从来都不是一个 可以给人喘息机会的人 接下来 她会用更激烈的手段 力挽狂乱 我爱你 我们不聊刚刚的事情了 我们聊点轻松的 秦鲁好像喜欢你 蕾巫杰才是真的喜欢你吧 雷巫杰才是真的喜欢你吧 没想到你这样的人 也会扯开话题 我只是觉得你说得不对 哪里不对 她不是好像喜欢我 她就是喜欢我 小四 没想到你改了名字 还和以前一样不知廉耻 可是雷巫杰好像觉得 是你喜欢我 比以前还不知廉耻 若依 其实我知道 你也喜欢雷巫杰 从你们在百花大会上跳舞 我就知道了 我觉得雷巫杰身上 有一个人最原始 最纯粹的品质 那些品质我们曾经都有 但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放下了 只有她还保留着 无心说过 她是天生零如心 那你呢 你喜欢千落吗 这两者之间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如今在这天启城 满城风雨的情况下 我们还有心情 在这儿谈笑风月 传出去 也不怕被人笑死 你又扯开话题 我若真是喜欢风月之人 四年前不就纳飞了 嗯 妖戏娇小 肤白貌美 还有点小任性 也算是个极品了 听你这语气 还真像是醉梦楼里 看花贵的登徒子 那你喜欢千落吗 喜欢啊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来啦 陛下 辛苦你了 坐嘛 小神医 我听说前些日子 你染上了寒疾 现在怎么样好些了吗 自然 区区寒疾怎么能难到神医 是 你是小神医 怎么会染上寒疾呢 陛下 我晚些时候再来给你试针 小神医啊 这些日子 你在古者身上 差了太多针了 古德的病 有这么难医吗 陛下 你知道我们医者口中 常说的一句话吗 什么话 心病不除 百病难医 陛下你有心病 这个华锦衣不好 心病不除 百病难医 你的话 我明白了 明白了也没有用 还要治好 解铃还需细灵人 陛下 谁是你的解铃人呢 他死了 死了 死了 他是古武 最好的兄弟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母后就死去了 虽然我们是皇子 却没有得受过 多少的宠爱 甚至就连有点权势的太监 都敢欺负我们 太医 你再回去救救他好不好 殿下 不要走 不要走 弟弟在六岁的时候 感染上了中风汗 医了好久也没医好 最后到了快死的时候 救救我弟弟好不好 殿下 不是微臣不救之 微臣也是 福里回天 爱莫能助啊 您救救他吧 殿下 请回吧 他是在那一日死的吗 怀aczy 可缺 穿上了 秦 再去走 这位叔不是能够承受得起的 最后把我弟弟从鬼门关 拉了回来 陛下 你是个重情义的人 但那是假的 那是姑 让太医对外说出去的故事 实际的情况是 那天晚上 孤贵了两个时辰 但他还是坚持要走 于是我拔出了 母后留下的那兵长剑 我一剑上去 从那一刻起 我发誓 我再也不要做 无人问津的皇子 我再也不要被人踩在脚底下 我要和我的弟弟 登上天启的最顶端 让所有的人 都不敢低头看我们 后来 我成为了皇帝 我的弟弟 成了北厘的大都 我说天启 就算北厘 整个的天下 都畏惧我们 可是最后 这儿 弟弟还是死了 是我杀了他 都是因为 我踢不起拥挤 害怕失去手上 那些虚妄的事物 陛下 你为何不自成孤了呢 孤 或许每次 想起弟弟若丰的时候 才觉得自己 不是一个皇帝 而是一个哥哥 只有弟弟在的时候 哥哥 才能永远地不孤单 来 皮川叔叔 这无聊的日子 厌倦了吗 你说呢 我这刀都要秀死了 是有点怀念天启了 想去千金台赌一把 再去碉楼小珠喝一杯 再去彩云追月阁睡一觉 瞧你这点出息 王爷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儿子 我这不是在这儿过过嘴瘾吗 现在看来只有萧瑟那家伙 当了皇帝 才能把我们招回去了 那又未必 我们可以自己回去 据最近传来的消息 明得地 最近病重不起 病重不起 王爷有什么打算吗 让我们回到天启的那把火 终于来了 虽然不是萧瑟点燃的 但是命运有时候 就是这般的离奇 突然间心生归异 便什么都来找我了 那便归吧 策马扬鞭 直逼天启 靠岛 周园 靠岛 靠岛 你